他这个壳都晒干了 他在动 这大白天出来干嘛呢 给他弄出来吧 这家伙是在吃东西 他可能是觉得这边有支白杆了 就慢慢往这边扣 家伙挺鸡贼啊 鸡肉看起来还挺肥 随便冲两下就变干净了 不知道这个水花怎么样 摸起来软软的 吓起他 他肉质不紧绷哎 不管了 漏水了漏水了 天哪 这个可以啊 有的小伙伴就问我 都这样这猫眼罗捏起来什么感觉 这什么感觉呢 就是去你家厨房 有那种海绵刷子 捏下去就知道 这只海葵怎么跑这来 哎哟 灰之人 这个还活着的 跟我之前见到的海葵 不一样 之前有遇到那种白色的 有红色的 这个还是黄色的 好丑啊 哎 我感觉到他全身开始奔紧了 是吧 表皮都变滑了 既然是活的 咱们就带走吧 晚上正好吃的 今天运气还挺不错的 这只海花菜 好像还是新鲜的 颜色特别鲜红 哇 这都可以拌一盘凉菜了 可能是因为海边的风比较大 把这个海花菜给刮上来了 这白肚子都已经有点发红了 这肯定是不能吃了 像那种活的瓶狗鱼 一般根本是找不到它的 除非跟它一样 翻白肚子了都 我这一铲子 怎么着也得有个 四五个吧 这沙子底下全部都是些隔离 就是我们吃的那种 花甲粉丝里边的花甲 这还有很多 不过这种个头还是偏小一点的 有很多的本地渔民 就会淘这个东西 然后放到 四人的沙滩上面 给它养大了 养大了之后 然后再卖出去 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不过像这种个头的 也是可以吃的 这种属于中等个头了 我基本上 现在每天都会淘这个东西 然后带回家炒 一炒就一盘 特别像